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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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加樂福的小禎 大家看我的title 未來你會知道只要做永續的會有兩個共同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名字都很長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都很斜槓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在我的title裡面 我本身雖然剛剛介紹是 加勒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可是同時間我也是 加勒福的企業社會責任 即溝通總監 所以我一隻腳 我應該算跨欲 我一隻腳在企業 一隻腳在費力組織 那同時間呢 溝通總監其實就是公共事務部 所以你會知道其實在這幾個title裡面 它都具備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溝通 那因為今天是子雅講座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不要去限制那個直稱的title是什麼 可能你們聽到很多說 未來的職業會消失 我覺得是職業title消失 但是它的內容是不斷地在轉型改變 那你有沒有跟上這個轉型改變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很少跟人家談 我是公司的發言人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根本不相信發言人 大家相信陌生人 對所以其實在從以前的自由媒體到現在 就是公司以前在投資廣告到現在 你們每個人都擁有發語權 所以你們更相信你朋友講的話 所以如果你們有人工作說 我未來我想要成為發言人 就上台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就可以把這個職業的選項刪掉 因為未來不會有這個工作 那我覺得在這部分我也想要跟大家談 就是說家樂福其實在台灣30年了 那文教基金會也在台灣20幾年 其實家樂福也一直在改變 所以未來你們想要找尋工作 你們應該去了解的那一家公司不是他的名字 而是他以前到現在 有沒有做了什麼轉變 你才知道你進去之後 他未來能不能永續成長 這是我覺得在大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講到大企業 我剛剛想要回應那個 剛剛家凱講的就是說 商業這件事情 其實商業、生意跟公益是並行的 前陣子有個朋友告訴我說 你知道什麼是公益 他說公益好像英文是什麼 我說好像每個人都講charity吧 他說你去查一下 他說公益原來是公共利益 在原始的時候 所以其實當你講到公共利益 它就不是慈善 所以你怎麼樣把生意 建立在公共的利益上面 其實一直來本質都沒有改變 只是大家一直都忽略了偏重這件事情 所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全世界的企業現在都在面臨轉型 那回到我們剛剛在前面講的 所謂的商業的原作會議 他們也意識到企業不能再追求 自己股東的最大利益 必須要追求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利益 那我們知道永續都從歐洲先來對不對 大家都很想常常講一句話 如果早知道 如果早知道 好那如果歐洲是未來 你現在已經早知道了 你要做什麼準備 所以當家樂福雖然是發商 我們在台灣 我們希望把早知道怎麼樣在 藉由家樂福跟所有的企業 還有現場所有的夥伴 我們一起去努力 為我們的未來做準備 那你可以看到 家樂福其實在早期進台灣 我們講的是價錢 因為在那個時候 價錢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講的天天都便宜 現在我們講每個人都是值得最好的 那每個人就是包含所有利害關係人 包含不會講話的環境 還有不會講話的動物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考量的 那我們也跟很多不同的夥伴合作 從以前我們跟供應商 現在我們跟費英組織 跟非常多不同的團體 然後共同為了共同的價值而努力 對不起 那我要講到企業這件事情 一個兩極這一件 大家會忍了大企業 覺得你好有能力喔 只要是非營利組織 早上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給你一個PPT 然後說請你給我錢 那你會發現它的PPT 不管對10家廠商都長得一樣的PPT 這一件事情 我們企業完全就會delete掉 為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只是要我給錢 對 那你會知道就是說 對大企業來講 其實它被人家看中了 是覺得你很有錢 你很有能力 可是同樣對大企業 它要轉型 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為它的規模非常非常的大 它考量層面很多 所以相對於小型企業 社會企業 它可以為了自己的理念去做 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左邊那個圖樣 我要講的是 可是對大企業 它擁有一個非常大的能力 就是因為它規模很大 它可以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力 所以要看它相信的價值是什麼 它就可以把它的規模 想要用上哪一個方面 那對加勒服來講就是一樣 當我們之前可以用 以量自駕 這件事情來購買大量的商品 那以量自駕 這件事情還存不存在 還是存在喔 可是我要買什麼東西大量 而去自駕 那就回到了我們的中心思想 所以加勒服在這幾年 我們在做食物轉型計畫 什麼叫食物轉型 加勒服決定了我們要上架的商品 決定了消費者可以購買的商品 那未來我們可不可以讓更多友善土地 對動物福利好 減縮的商品上我們的架上 讓更多消費者可以購買 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可是同樣的不要覺得說 上架加勒服我就結束了 我的企業就未來一陣美好 不是喔 當你今天的架上上去 我們以先如方來講 在2018年 他們在外面非典型通路做得好好的 當今天進的加勒服來講 擺在他旁邊的就是三大辱場 消費者非常知道他們的品牌 前面站著Pomoter OK 他的價錢比便貴一倍 他怎麼去銷售 所以你知道在加勒服當時做的部分是 我們怎麼去說服我們的員工 我們做了非常多種內部的教育 告訴我們店裡面的夥伴 為什麼要推廣這個牛奶 我們不是要打擊大廠 我們是要讓消費者有不同的選擇 為了這件事情 每個週末我們在賣場 做非常非常多的顧客教育 去告訴顧客 這個鮮奶的價值在哪裡 你可以不用選擇 但是你有資的權利 所以一般人在講CSR 我們在講Corporate 社會 企業責任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Consumer 消費者 你也有企業社會責任 消費的責任 所以我們在回應SDG 現場在SDG的請舉手 很棒 你一定要知道 要不然你未來工作就會不見 SDG第十二項 我們在講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我們不該一味的 再去要求上面的生產者 企業 你為什麼不做不做不做 這些事情 但是當你的消費行動 都在做反向的 這件事情就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差異的結果 我以一個飛龍式雞蛋來講 OK 請問現場有聽過左邊飛龍式雞蛋的請舉手 哇 還不錯 謝謝 加勒福在2018年 我們開始推行左邊的飛龍式雞蛋 那也就是所謂的動腐蛋 可是跟你外面常常聽到的動腐蛋 跟人道可能不一樣 因為我們認為動物福利第一件事情 你就應該讓牠擁有牠自己原本生活的權利 我今天把牠關在籠子裡面 給牠冷氣 仿造的這些所謂的設施 都不叫動腐 所以我們跟歐洲一樣 我剛剛說我要對未來學習 歐洲在2012年 就廢子了格子龍的事情 台灣還沒有 亞洲是最慢的 所以當加勒福2018年要推動這件事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而且不是集團要求我們的 是我們在了解整個蛋背後出現的問題 狀況 我們覺得必須要改變 所以剛才講的食安 食安雖然大家很不喜歡 但是食安就是觸動了大家願意轉型的動力 所以在台灣現在目前來講 飛龍式雞蛋只佔了1 龍式佔了9 那我們希望加勒福在2025年之前 加勒福的自由品牌全部都是飛龍式雞蛋 並且鼓勵所有人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開心的結果 加勒福是台灣 現在目前你去賣場裡面 你會看到我們設計的飛龍式雞蛋的專區 從2018年我們設專區 2019年 我們開始有自由品牌的飛龍式雞蛋 那小農友單獨都上架在我們家裡面 2017年的飛龍式雞蛋的占比是4% 兩年之後它是22% 而且加勒福現在目前店裡面的蛋 大家都喜歡吃柴葉蛋對不對 但是唯一我們柴葉蛋是飛龍式雞蛋的柴葉蛋 我們的便當是飛龍式雞蛋的便當 我們影響我們的供應商餅乾 開始用飛龍式雞蛋去做原物料 那我們做這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想要在每一個產業奠定一個典範 讓那些覺得不可能的人覺得它是可行的 那也跟大家說 其實從我們推行一年之後 這些大型的蛋商都開始在投產飛龍式的設備 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如果不轉型之後就上不了加勒福 可是當中也告訴大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而且如果你喜歡動物不要再去做獸醫、依狗跟貓 它已經是紅海了 你知道我們現在飛龍式雞蛋的蛋農出高薪找不到飼養者 你不要覺得說我只有養雞會不會被笑 不會 你知道養雞是一個多高的學問 而且跟你一般養的籠子不一樣 現在大廠可以投資設備 但是找不到人、專業的人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講的說工作不會消失 它只是以前用格子龍的餵養方式 跟你現在你要怎麼樣能夠去跟經濟動物相處跟照顧 那個產業是非常龐大的 當我們把飛龍式的蛋農公司培養越來越大 他們就需要企業管理的經營的人才 但是他們現在沒有人 他原本只是一個迅募業者 他現在突然變成一家公司 然後蛋越來越多 所以你就會知道這些商機其實是無窮的 那你可以做什麼 當然正這個現場 如果大家從今天開始走出去 你每天買早餐 你就問那個老闆 請問你是龍式還是非龍式 他一定聽不懂 但是相信我 當十個人問那個早餐店非龍式 他就開始問什麼是非龍式 所以台灣最大的用膽的市場就是早餐點 不管你去brunch啊 飯店 不管他賣給你一個多貴的 我跟你保證 他大部分都是龍式 所以你是花錢買裝潢 還是買價值 這就是歷時代應該要發揮的能力 所以當你們在你的網路上 開始知道非龍式雞蛋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造成台灣產業的改變 那台灣現在目前是亞洲唯一推 非龍式雞蛋的國家 日本推不起來 他們還在請教台灣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這是台灣永續非常厲害的實力 那加爾夫的非龍式雞蛋 這盒自由雞蛋的部分 我們覺得非常感動的是 因為我們讓所有厲害的關係人 都在這盒蛋上 所以裡面你打開會有一個非龍式的母雞 非非寫給大家的信 那你自己去買就可以找他寫給你什麼 那同時間我們還會捐款給洞舍 OK 因為我們覺得廢利組織 我應該說台灣如果我們可以走出非龍式雞蛋 請大家一定要謝謝動物社會研究會 麻煩你加入他們的臉書 他們就在這附近 OK 然後我們很感謝他們 因為有他們的努力 那加勒夫也開了影響力概念店 我們不是在賣商品 我們賣的是背後的價值概念 所以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段二號 北一女老舍救助社 我們跟菲林組織在一起 在一樓 我們把這些非常好的理念都放在一起 而且這一家店只賣非龍式雞蛋 只賣兩個 然後中間的蛋是裸蛋 所以歡迎你拿自己的蛋盒去裝這件事情 那同時間也還有非常多的社會企業 不管是綠藤生機 或是荷蘭的東尼的吉莫巧克力 都在這家店 那我都說這家店是什麼 是保總計畫 我們台灣很多保總計畫 是保過去消失的 那我是要保未來不會消失 因為這些店在正常的加勒夫 很容易都被你們忽略 然後很容易被大品牌廣告遮掩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店 可以讓更多同樣理念的人 可以共同來分享 那如果你未來想要成為 不管是行銷專家或等等的 你也可以把你 剛剛講的 那叫什麼 錢多事少離家境 其實一定會發生 但是大家不要團結 為什麼 錢多 請問一下 如果台灣產業沒有永續升級 你自己一家公司會錢多嗎 不管你做到什麼Label都不會錢多 事少 請問永續這個議題 你一個人做 絕對不會事少 但是全部人一起做就會事少 因為我們都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舉例來講 非營利組織沒有來現場 我再幫他宣傳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大家團結這件事情 最重要 離家近 當然很近啊 我現在很開心 我雖然不是非營利組織 但是我走出家樂福 每個人的公司都是我的家 因為大家講的是同樣的價值語言 其實我覺得在永續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當我們在談任何事情的時候 每個人都不是先講but 先講 可是我覺得怎麼樣 每個人都講說yes what we can do 都講說是的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還認識誰誰誰誰誰 要不要把誰一起加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改變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夥伴裡面 當我們在講到impact 影響力 那個I是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沒有人可以被請問 不是家樂福特別重要 是每一個個人都很重要 所以上面你會看到不管是在來自於美國的B型企業 布朗博士 台灣的這個綠藤生姬 或是社會創業或鮮乳方等等 還有非營利組織 這些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夥伴 我們從他們身上知道了哪些議題我們可以參與 然後我們也共同在倡議 那家樂福最大的issue是因為我們知道市面上網路上非常非常多的倡議 那行動呢怎麼辦 OK 所以我們就落了非常多大家一起來做串聯的事情 那最後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我自己覺得在企業裡面非常重要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當你要做人的事情非常重要的是同理心 你要更細節 我覺得做夢很簡單 但是你知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你想不想真的捲起袖子走下去解決問題 那第二部分是社區 社群還有在地 每一個地方你要怎麼樣能夠去生根 然後怎麼樣從大城市 當我們講地方創生的時候 你怎麼樣回到不同的點 第三部分我要強調是執行力 做夢一直說很簡單 但是執行很難 所以企業我們非常要求的是 做的事情能不能落地去執行 那創業家的精神跟成長性的這個思維非常重要 創業家的心理人不是說我要當老闆 而是你能不能有不同的方法去達到你要的目的 石頭明明在前面 不能過去你就繞路嘛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衝撞它 你有沒有新的思維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OK 所以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各位年輕人 你們的未來是我們的晚年 所以所有企業一定會支持你們 那即使工作職缺上沒有的 你們也可以投地履歷 因為工作是自己找出來的 謝謝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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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